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三国演义》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玄德写霸 地语诸葛君收了 拜词出门 君送出 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别 方少马欲行 不见童子招手离外 教阅 宝先生来也 玄德试至见小桥之息 一人暖帽遮头 胡求碧体 骑着一驴 后随依轻衣小桥 携依葫芦酒 踏雪而来 掌过桥 口吟诗一首诗曰 一夜北风寒 万里铜云后 长空雪乱飘 改进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 一世玉龙斗 纷纷灵甲飞 倾客遍宇宙 骑过小桥 骑驢过小桥 独碳梅花寿 宣德文歌曰 此证卧龙已 滚安下马 向前诗里曰 先生冒含不易 留备等候久已 那人慌忙下驴打理 诗歌均在后约 此非卧龙家兄 乃家兄岳父 黄晨英 炎也 宣德约 世间所迎之据 极其高妙 陈炎约 老夫在小旭 加官梁富盈 记得这一天 试过小桥 偶见梨落间梅花 固感而勇之 不其为尊客所闻 宣德约 曾见令旭否 陈炎约 便是老夫也来看他 宣德文言 此别陈炎上马而归 正持风雪又大 回望窝龙高 一秧不已 愁闷不乐的意思 后人有诗 单道宣德 风雪仿孔明 十月 一天风雪仿咸凉 不欲空回一感伤 洞河西桥山石滑 寒清安马路徒长 当头片片梨花落 扑面纷纷柳续狂 回首亭边遥望处 烂淫堆满卧龙高 宣德回星野之后 光阴荏染 又早青春 乃令 不折蝶主 蛇主 蛇狮 布挂的一种方式 把九十四根 狮草分做两部分 然后四根一属 已定阴阴阴阰阳 伟贴八 这里是选择即日的迷信行为 选择即期 斋戒三日 沐浴更衣 再往沃龙岗夜孔明 观章文之不悦 所以一起入见宣德 正是高贤未服英雄制 曲节偏身节事宜 为之七言入和下文变小 第38回 定三分龙中决策 战长江僧事报仇 却说 全德访孔明两次不遇 遇再往访之 观公约 兄长两次亲往拜业 其礼太过瘾 想诸葛亮有须名而无识学 故避而不敢见 雄和获语其私人之善也 全德约不然 西齐桓公遇见东郭野人 五反而方德一面 春秋时 齐桓公亲自去见一个小城 三次都没见着 旺人劝他不要去了 他不停 第五次去才终于得见 这里说的东郭野人 就是指原来故事里的小城 旺无欲见大贤耶 张飞曰 哥哥差矣 量此村夫 何足为大贤 京凡不许哥哥去 他如不来 我只用一条麻绳布将来 全德赤曰 如其不闻周文王夜江子牙之事乎 文王且如此敬贤 如何太无礼 京凡如修去 我自于圆长去 非曰 既两位哥哥都去 小弟如何已落后 全德曰 如若同网 不可失礼 非应诺 于是三人趁马引从者往笼中 离草庐半礼之外 全德便下马步行 正欲诸葛君 全德盲失礼 问曰 令兄在庄否 君曰 着目方规 将军今日可以相见 言罢 飘然自去 全德曰 今番侥幸得见先生已 张飞曰 此人无礼 便引我等到庄也不防 何故尽自去了 何故尽自去了 全德曰 比各有势 即可相强 三人来到庄前叩门 童子开门出问 宣德约有劳先童转报 留备专来拜见先生 童子约 今日先生最在家 但今在草堂上受请未行 宣德约既如此 且休通报 吩咐官张二人 只在门手等着 宣德 宣德徐步而入 见先生仰卧于草堂之 几席之上 宣德 总立阶下 伴赏 先生未行 官张在外 立久 不见动静 如见宣德 油然赤利 张飞大怒 为云长约 这先生如何傲慢 见我哥哥 视力皆下 他进高窝 推睡不起 等我去屋后 放一把火 看他起不起 云长再三劝主 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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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起身曰 何不早报 上荣更衣 所以转入后堂 又伴上方整衣冠出荫 全得见孔明 身长八尺 面如冠玉 头戴纶经 一种用丝带制成的一种冠经 用丝带制成的一种冠经 后来又名诸葛经 身披贺壁 飘飘然有神仙之态 全得下拜约 汉氏未咒 屯郡渔夫 久闻先生大名如雷挂耳 昨两次敬夜 不得一见 以书见名语文己 为审得入兰否 孔明约 南阳野人 书兰姓陈 与门将军网陵 不胜溃抱 不胜溃难 只因修残而面红耳的事 二人叙礼毕 分兵主而坐 同此献茶 茶坝 孔明约 着官书录 祖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 但恨量年忧财书 有误下问 宣德约 司马德操之言 虚言之之语 其虚谈哉 往先生不弃毕见 取次教诲 孔明约 德操 德操原职 士之高士 量乃一根夫尔 量乃一根夫尔 安敢谈天下事 二公谬拘 将军奈何舍美玉儿 求完事乎 宣德约 大丈夫报 今世奇才 其可功劳与灵权之下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 开费于鲁而赐教 孔明孝约 愿闻将军之志 宣德禀人 促习而告约 汉是清颓 奸臣欠命 被不利 被不量力 欲生大义于天下 而 智术前短 岂无所救 为先生开其鱼 而整其恶 是为万幸 孔明约 自董卓造逆以来 天下豪杰并起 曹操师不其元少 而尽能克少者 天为非武 为天时 一亿人某也 经操以用百万之众 携天子以令诸侯 此臣不可与针锋 村权具有江东 以利三世 国显而名赋 此可用为元 而不可吐也 京州北居 汉 免 汉水的上流 历尽南海 东连东吾会 西通八属 此用武之地 非其主不能守 是宜天 所以 资将军 将军岂有意乎 一周显色 卧也千里 天府之国 高祖应之 已成帝业 经刘章暗若 明英国父 而不知存续 智能之事 慈得明君 将军既汉 帝氏之咒 心意 驻于四海 总懒英雄 思贤如可 若跨有 京义 宝齐 严祖 西河 诸荣 南府 弥越 外界 村权 内修 正礼 待天下有变 则命 一上将将 荆州之兵 已向 宛洛 将军 身率 一周之众 已出 秦川 百姓有 不善 时乎 将已 迎将军者 乎 称如是 则大业可成 盼事 可行 此量 所以 为将军 谋者也 为将军 图之 也罢 并同子 取出 划一轴 划于中堂 只为 玄德 曰 此西川 五十四州之徒也 将军 欲成霸业 非让 曹操 占天时 难让 孙权 占地利 将军 可占 仁和 先取 荆州 为家 后 即取 西川 建 基业 以成 顶足之事 然后 可图 中原也 玄德 文言 必 习拱手 谢约 宣声之言 顿开 茅塞 使被 如波 云雾 而 堵 青天 但 荆州 刘表 一周 刘彰 皆 汉氏 宗青 被 安忍 夺之 孔明曰 亮夜观 天象 刘表 不久 人世 刘彰 非立业之主 久后 必归 将军 玄德 文言 顿手 拜谢 指这一席话 乃孔明 未出 茅庐 一知 三分天下 真漫谷 之人 不及眼 后人 有诗 赞约 玉州 当日 叹 孤穷 何姓 南阳 有 卧龙 玉石 他年 分顶处 先生 孝 指 画图中 玄德 拜请 孔明曰 被虽 名为 德国 愿 先生 不弃 必见 出山相处 被当 拱听 名讳 孔明曰 亮酒 乐 根除 懒于应试 不能奉命 玄德 弃约 先生 不出 如苍生河 言毙 泪沾 袍 袍 袍 一经 尽失 孔明 见其 益 盛成 乃月 将军 既不相弃 愿效 全马 之劳 玄德 大喜 遂命 官 张路 拜 献 金 博 礼物 孔明 故辞 不受 玄德 曰 此非 聘大贤之礼 代表 刘备 蹭心 而 孔明 方寿 于是 玄德 在庄中 供诉 一宿 供诉 一宵 此日 诸葛 君回 孔明 主父 曰 无受 刘皇叔 三顾之恩 不容 不出 无可 公根 于此 物 得 荒 无 甜 物 不得 荒 无 甜 待我 功臣之日 即当归影 后人有诗探约 身为 深藤 思退 故 功臣 应益 去食言 只应 先主 叮咛后 心落 秋风 五丈 元 又有 古风 一片 月 高黄 首提 三尺雪 芒汤 白蛇 叶雪 流 平秦 灭 楚 入 咸阳 二百年前 几端绝 大灾光 新 洛阳 船 至 环 陵 又 崩裂 现地 迁都 姓 许昌 纷纷四海 深浩杰 曹操 专权 得天时 江东 封 时 开 红叶 孤穷 玄德 走天下 独居 新野 愁名 恶 南洋 卧龙 有大志 腹内 雄兵 分 正 其 直音 徐 淑 凌行 雨 茅庐 三顾 心相知 先生 二十 年 三九 收拾情书 黎 龙母 先去荆州 后 取川 大展 金轮 补天 手 纵横 舌上 鼓风雷 谈笑 胸中 幻星斗 龙香 虎视 安乾坤 万古千秋 名不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